暴走?我現在都暴走了 神經病 已經開始進入比較緊急的情況 我需要傳送那個人 竟然給他進入道館 我是劉麗的兒子,我是浩爾 好血呀,你的真命是吉恩 你是在嬰兒的時候就被劉麗幫忙 不是呀,我媽媽劉麗告訴你 你這樣會騙我 劉麗被發現死在酒店裡 我們找到他的日子 還有被他謀殺和綁架的人的資料 他受害者之一,我知道是吉恩 我知道我媽媽死了 我見到屍體,滿地都是你血,我走了 我自由,我想令你死 我都想令你死 看著 謝謝你,小子 媽媽教我永遠都不要相信任何人 媽媽叫我殺所有人 媽媽說應該聽話,親生父母會回來 蛤? 兒童豪爾有70呢?橫皮蛋 蛤? 你會不會太過分了,大佬 你有70呢?橫皮蛋 那你還做什麼浩爾?大佬 你做精靈聯盟冠軍,還做浩爾? 你爆吧,打不中我 你爆吧 你用水槍? 你不是爆炸給你 爆吧 等你爆炸我 好,換回大力華 幫我回血非常好 稍後跟我回警察 你沒必要,你沒惹想麻煩 我們想幫忙 好痛啊媽媽,失敗了 看著自己死 我可不可以見到親生父母 我媽媽告訴你,失敗只有一件事 就可以做到 媽媽說我要看他們和他們脫墜 自爆,不要啊 看著 自爆 他自殺式攻擊可憐的駭子 沒辦法想著他的精神有多崩潰 如果我早點知道留了,我就可以阻止一切 留來廢像 OK 我就知道了,這個劇情 這個去向... 啊... 已經猜到他會怎樣了 最後那個年輕人 OK 我們拿了這個廢像 但是他沒有... 沒有傳送呢? 他傳送去哪裡? 要走回去? 不是吧 那裡有個地方 我希望是 死了 他全地區落雨就對我有好處 所以是 但是如果你是玩火隊,你就玩完 雖然我也不是說很相信 這隻劇情會有人玩火隊 嘩 那些傳送的全部死了 不見了... 咦? 幹嘛這條鯊魚? 我還會特意擋住我的鯊魚 啊... 不要打火焰或急凍閃電的和諧 以免那些巨物對他們衝突的世界造成破壞 雖然水的偉大守護者將會出現並平息這個戰爭 但只有他的歌星就會失敗 大地將會變成廢墟 選其一 在我手中將會將三個全部混合在一起 結合他們的寶藏,純復可揚的野獸 是火焰鳥? 還有急凍鳥閃電鳥?發生什麼事? 一己之力之線 我不是解枝線 朋友 我不是解枝線 不要啊 三大神獸 為什麼會來到這裡? 是不是這裡? 這個金吉島 是不是這裡? 不是 下個地方 唉 我終於找到了 哇 走到這麼遠 我走了回去王子公主截到島 之後上了這艘船才過 唉 他們說骨子群島下了很大的雨 不沉上 這麼久不沉上? 所有都在下雨 那才是不沉上 不管怎樣都好 這件事交給你 我會躲起來的 我想像到這些 我們這些火子兵團在這個島上 是不會受到歡迎的 OK 那我現在就要幫忙 真瘋 有什麼要幫忙? 小心 什麼鬼啊 怎麼 將來都這樣打我? 你說當地呢 你說精靈瘋了不是開玩笑 對呀 這一切都是發生在暴風雨開始 所有精靈都是暴風雨中瘋 會不會BD龍? Green 和小藍呢? 小藍? 對呀 有一段時間我一直為馬里的蝕製 我很生氣自己 但有什麼用? 沒事總之先讓精靈冷靜 這些嗎? 真的 真的 有沒有捉啊 不好意思捉不到了 再見 這些呢 這些也是 做得不錯呀 捉不可以 不能捉 為什麼不能捉 他是野生精靈 不是野生的嗎? 那這些可以嗎? 這些吉利蛋沒事 騙我 你說當地的精靈瘋了嗎? 吉利蛋沒事 這次呢 阿爾我們的友情已經破裂了 你還欺騙我? 肯定是想騙我回來 騙我回來不知道想做什麼事 怎麼? 有什麼精靈出來? 見我 唉 好煩啊 我還買了百多支黃金噴霧 本來是70支 然後我再買多100支 然後我應該用了100 應該用了30支 走這條路 都不止 60支左右 我覺得 超瘋的 走了超久 還有什麼精靈? 還有嗎? 周圍都有精靈 司徒讓他們冷靜 沒有了嗎? 還有 這隻嗎? 這隻是普通的狸狸 後果 沒有了嗎? 我一穿都搞定 我想這裡就全部了 是火箭給那個女子 那個女士 看到嗎? 看到嗎? 在左側面 你沒事吧? 哈哈哈哈 對不起 花子女士 終於彈到你了 哈哈哈哈 她很痛苦 她是誰 你來處理殺了她 真的不敢想你會這樣做 你是媽媽最好的朋友 我沒有選 欸? 不是認為我贏到我吧 多少年前 多少年前的關刀 冠軍都想贏到我 我還用儲水 還用水技打我 是不是真的冠軍 連我大力吸水都不知道嗎? 嘩 一對媽媽 一個女子一個男子 吸半小丑 刀頭貓 正如一千刀 冠軍期望 你沒事吧 你輸了 花子放棄吧 你為何會站在這麼邪的生物上 他殺死了小男和君 你不會明白 我怎會不明白 因為你不是母親 我只能夠說這麼多 他什麼意思 我一大會博士知道 我要跟他通電話 我要告預狀 斗博士 你沒事吧 聽到暴風雨消息 我打電話給Green 他不聽 如果要問你 不是太多 希望找到他們兩個 回來關刀 骨子群島的島 都是一個平坦的陸地 如果這樣暴風雨 所有島都會倒塌 蛤? 搞什麼? 不好意思 我在想一些事情 你對花子了解多少 我不確定 應不應該和其他人分享這個訊息 求你吧 好 他是前任冠軍 實際上他把頭蠟掌走了 他是很麻煩的訓練家 我不知為何敢問 但成為冠軍之後 他已經遇到自己 皮皮 Peter 他們在拍拖幾年後結婚 甚至生了一個男子 叫小子 精靈第二次大戰開始時 所有男人和勞管管主 都被迫參加戰爭 你的父親和Peter都不禮 幸運的是你父親生存下來 但Peter很不肯 當花子聽到 他想過結束自己的生命 但他兒子 小子成為了力量 不知道 阿娟和李小子做了一年 開始他的旅程 他得逗了比加超 那個男子表現出 一個優秀訓練家的潛震 幸運氣不是站在那裡 他在上門市襲擊 當警察說到小子已經昏迷 他的比加超死於意外 當他醒來他第一隻精靈死亡的打擊 令他昏迷直至現在 小子比加超死了 怎麼了 我在這裡見到小子和比加超 沒可能的 根據這個護士 現在還是深度昏迷 那我要走了 多謝你帶我博士 小子昏迷著 還未醒 比加超已經死了 我要去一轉 什麼金島 是從外面傳出來的 沒錯 我背負我們是真的 啊 我應該怎麼辦 他們可能有用 帶他們回去 我要救他們 啊 真是他驚喜 阿斑 哈哈 我終於找到他們 他們在... 阿姨 我們拖罪你快點走 我沒事的 現在快點走 謝謝你阿姨 我要去那個島 還沒得傳送 那個是什麼島 那個是什麼島 我真的不記得 欸 快點去找他們在附近 小粉連你都 我想跟你見面不像你 勇慈冠軍和骨子群到第五道管管主 是不是太忙了 作為一個管主 保護居民後的職責 最近聽說 有人在火箭兵團集結了很多島 真的是第一次聽 我就知道你會這麼說 因為這樣 我決定幫助你和你們協會阿波羅 沒有這個必要的勇次 我足夠人力清理這個群島的街道 我一定要幫忙阿波羅 另外你甚至不知道火箭兵團在這裡 你需要所有... 你... 你需要所有得到的幫助 好啦 我需要繼續 履行我的職責 那個白癡 他不重要 他現在阻止不了 我們標本準備好了嗎 我要你去甜甘島 盡你所能保護標本 我是勇次 我有情報給你去 這個甜甘島交給你 欸 OK 暫時已知的就是 全部管主 只有勇次這個人應該是正常 自由 指導事件發生 小艦和阿娟已經不見了 告訴我小子應該正在昏迷 我要去的地方 就是那裡了 如果我死了就這樣 我已經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只需要知道一個正常 你講得這麼複雜 對呀 沒有Boss 沒有Boss有麻煩 哪裡 阿輝 你從來沒有救我精靈 他們死了都是怪你 和火箭兵團玩捉老鼠遊 不是這樣的 你應該死了 又打 又打 打很多場 阿輝跟你 你經常都要打的 哎呀 又是 你 練習波 BD龍 再見 BD龍 BD龍 我真的不知道BD龍又怎樣 又怎樣成為這個 這個劇情的主角呢 究竟是 你說 如果是 超能力系都好一點 這隻連超能力系都比不上 嘩 不是的 你玩 你玩這尾東西 你竟然玩 你竟然玩替身 嘩 好在 這個是實體來的 一定在附近 喂 好在 你有張梁 我有過場梯 你有電腦在我就可以回血 非常好 好 今集時間就玩到這裡 我們下集繼續這個激烈的劇情 現在即將進入這個比較刺激的劇情 下集再見 拜拜